大家好 我是阿刚 今天下大雨啊 但是我们要出去吃好料 现在在路上 网上也是一样大包 外面天好黑啊 我这今天准备出去吃个大餐 来有个我们东北的铁锅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识过 现在我们是在哺仲这边 哺仲往吉仑坡去的方向 现在我到了这个区了啊 这个区就大城堡 我是第一次来 我身后呢 大唐未到是做东北铁锅盾的餐厅 这区有看很多华人餐厅啊 这边有点不太好听车 路比较窄啊 随便找个地方啊 有点困难的 我司机去转一下 找个位置去 现在这边哈 好多店我看着都已经出最准让了 由于疫情这个原因哈 不景气啊 所以说有些挺不住的就倒了 最惨大的就是KTV啊 酒吧这类的地方 餐厅还算可以 最火的地方呢 就是快递公司和网购 看下他们的菜单 这个是我们标准的铁锅炖 然后周边放的是玉米面的饼子 我选的一个是小锅138的金头八脑 这个是牛肉带筋的那种 还选了一个鸡鹅就没点 排骨也没人吃 哇 他这好像都是一锅出 然后很多人吃那种 一份一份的 后面是可以加菜的 就跟火锅似的 但是它是炖锅 炖的大铁锅 羊腿118一个 烤的嘛 哦 他这里有炒菜啊 嗯 炒菜还能可以跟中国的价格差不多 只不过是换算成马币 哦 这个是不错啊 但是有点贵哦 38块钱一个 水煮牛肉38 还能可以了 我们进去看看 现在啊 都也都没有人呢 我们这是大铁锅 一会我找找我那个锅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牛肉的 现在是炖了还没炖的 没炖的 他们是厨房做了一个半成品 然后再拿出来继续炖 这个还要炖15分钟才能好 这是鸡锅 也是刚拿出来还没炖好的 还得等15分钟了 是吧 咱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厨房加工的半成品 啊 还有鱼锅 刚才我问老板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鱼我吃不了 他用三种 这一个红的 这个叫八丁 这里面羊小龙虾的池子里面还有一个鱼 他说这三种鱼炖一锅 我们就几个人 然后吃了一个牛肉的了 再点个鱼的什么样 就换一个鸡的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农家院的感觉 就是我们都是以前做到土炕上 烧着一个厨房 烧着火 然后就取暖 然后顺便炖菜 就是比较一条龙这么个感觉 然后炖好了 端到炕上 整个做窝子就吃 在东北吃饭哈 都得盘腿做炕上 我这个不习惯 那个我习惯坐直的得劲 我一般不会盘腿 感觉别冷 你们懂什么要别冷吗 哈哈 这个在经典的给我贴饼子 这是我们东北的著名手艺活 有些人不会贴 那是粘不到锅上的 直接跑到汤里了 玉米面的饼子 掉了 掉了 其实在国内都是一半在汤 一半在上面 这边就是说可能不太适应啊 在国内都是都是 就是弄在汤里一半上面啊 或者弄那个花卷啊 哎 对有花卷吗 花卷我没有 没有啊 其实我卖了 但是大家伙都是这个啊 都找这个 这个是定时器 一般是炖15分钟 我这已经开始走点了 这个要根据经验来定了 如果你的锅里汤多哈 它可能会多炖一会 如果汤少呢 就不会多炖 但是呢 不多炖呢 它又不够味 又炖不熟 所以说要掌握好时间 和掌握好汤口 就是锅里要放多少水 开盖去 现在我这锅 老板跟我说好了 我们要先把这饼子抢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锅打包 这是玉米饼 然后现在熟了 感觉这个饼子变大了 可以尝一个吗 现在 算了吧 我 我还不说口罩了 哈哈 还是准备低调一点 我不准备在这吃了 哎呀 虽然蝉虫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还是忍住 嗯 那这个汤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已经可以打包了 这里面有豆芽 蘑菇 木耳 金针菇 萝卜 西红柿 那就是汤还没好 没收好 然后老板娘打开之后 让那汤收之快一些 要不一直炖着炖着哈 汤蒸发不出去 这个要浓缩了 才是精华 不要着急 吃这个 千万不要着急 铁锅炖哈 你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打电话 四十分钟预定 然后呢 你来了就可以坐着吃 或者是打包 没有四十分钟哈 是这个东西是顿不进去味道 吃这个哈 着急的是吃不着好吃的 这刚才问老板有没有焖面 但是他没有 但是有一个特色叫糊饼 以前我都没听过 哈哈 我是东北人 我都没听过 呃 但是这个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 他要去发面 发面又把这个呃 复好了之后哈 闷到这个锅上 就跟把这个菜盖了一层被似的 这个饼呢 是当饼吃的 不是当面条吃的 还是到时候切块 我估计这个面是跟汤有浓缩 会好吃一些 等我下次来再尝一下 这次来要兜着走 吃不了 现在回到店里了 店里的装修的话 我们要等他们一会儿 但是呢 我要先给你们看一下我打包的东西 这是老板娘送我的咸菜 还有那个香菜 我让他给我打包的 那就有个估计忘了 这个是他们打包盒 我估计打包盒应该收我钱了 这打包盒挺高档 可以洗洗的用 我觉得 这打包盒好像有十个元 这盒哈 跟我预估的一样 十个元一个 两个盒二十个盐 应该食品级的很好 这个不用这种盒哈 装不了 看我人多 点了两份 才送我两份小菜啊 这是什么小菜不知道啊 这热了 这是水煮花生 咸菜辣椒之类的东西吧 现在拆开了哈 一股鸡香味迎面扑来啊 久违了 我在东北铁锅炖牛肉的 哇 老香了啊 你们有没有食欲 说的我口里是流 这打包盒哈 绝对我要洗洗 还得用 装的什么东西 十块一个呢 挺贵的 我就是先给你们看一下啊 其实我还等他们一起啊 我自己不好意思先整 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视频 想去这个店吃饭 然后你可以跟老板说一下 看看提我能不能给你们一点优惠 我不确定呢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今天这个老板哈 看我是老香 然后又在拍视频给他拍视频 才有过优惠一点 可能是九折 大概这样子啊 两盒东西是 加打包盒 加上饭 加饼子 是小300块钱 还给我收280 嗯 啊 太老香了啊 受不了啊 到 这是我们东北的饼子 玉米面的饼子 这个一定要蘸汤汁 正常拿这个吃哈 要有个小碗 里面吃里面喝汤 放点垃圾油 撒点香 再来点葱花 就无目的了 今天这打包哈 没有那么齐全 啊 真香 走 整个大勺 刚才打包那小时候 整的这个类子 没碗的 用这个喝吧 好 这个盒盖漏洞啊 我以为盒盖可以用的 那我别浪费 快来喝吧 这早没跟我说有碗呢 这给我喝的太艰苦了 这一碗牛肉汤啊 这是辣的 它就不用要辣椒油了 顶上撒的葱花和香菜 来个饼子蘸着汤 熬香了 刚才喝太艰苦啊 这回得来一个美美的 哎 这又无敌了 今天到这里了啊 如果你们喜欢可以去尝一下啊 我们下次再见